我们常会开启iPhone寻找功能来和家人朋友实时更新分享定位 或为了手机若不幸遗失后可以随时追踪定位 或许你曾遇到过iPhone寻找不实时更新的问题 在本视频中我将展示八种方法来修复iPhone的寻找功能 方法一 重启手机 重启手机可以将iPhone正在进行的所有程序一并清除 可能可以解决寻找无法侦测位置的问题 长按电源键并移动滑快来关机 关机后等待一些时间再重新加iPhone开机并登入寻找App 方法二 更改时区 您需要允许手机自动侦测您的时区打开设定转到一般 找到日期与时间点击已打开自动设定 方法三 确保手机网路连接稳定 即使您是使用行动数据也需要确保已打开WiFi功能 转到iPhone的设定WiFi点击已开启 方法四 确保手机已经开启GPS或定位服务 即使您已经开启这个功能 你也可以尝试先关闭再重新启用 以试试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转到iPhone的设定 隐私 打开定位服务 点击已开启 方法五 确保手机已经开启分享我的位置功能 点击iPhone的设定 找到iCode 开启寻找我的iPhone 接着开启分享我的位置 方法六 卸载寻找App再重新下载 卸载寻找App再重新下载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但实际上修复好寻找的成功率可能并不高 App重装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但您可以尝试看看是否起作用 方法七 删除好友再重邀 在联络人的列表中 将您的朋友删除 然后再重新邀请他们 打开寻找 转到联络人 点击您的好友头像 滑动萤幕并点击移除朋友 接着再重新邀请朋友即可 方法八 无数据丢失情况下直接修复寻找 如果以上方法对您都不起作用 接下来我将提供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案 使用专业的iOS系统修复工具 iMyPhone Fispo 它可以修复寻找功能的同时 并确保iOS装置上的数据完整保留 不会丢失 下面我将教您如何使用它 一 在电脑上下载iMyPhone Fispo并启动运行 二 打开Fispo 点选标准模式 并连接电脑与iOS装置 点击下一步 三 如果成功检测到您的iOS装置 则可以挑选下一步 如果无法侦测 请按照荧幕上的说明将iPhone置于DFU模式或复原模式 四 如果装置进入了DFU模式 需要根据您的机型并选择一个您想要的韧体版本 然后点击下载 这里不需要担心相容性问题 因为Fispo支持iOS所有版本和装置型号 五 下载完成后点击开始 Fispo将会开始自动修复iOS装置的问题 完成后将会自动重启您的设备 此时看看寻找位置 可用的问题已经被解决 好啦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啦 如果您觉得有用 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对iPhone寻找功能或iOS系统修复有任何问题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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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